老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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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钱包啊 我的 你干吗啊 睡不着啊 你陪我聊点天啊 你睡不着啊 你站这么大的床 你睡不着浪费资源 你知道吗 你睡不着浪费资源 你知道吗 你要聊什么呀 聊什么都行 咱俩就随便聊两句 你爸爸比我多 要不你一起个话题 想想啊 你为什么害怕坐飞机啊 你怕死啊 你怕死啊 我当然怕了 我 我还有好多心愿都没实现呢 我没谈过浪漫的恋爱 嗯 然后我还没有住过国 然后我还没有看过济光 我当然不愿意死了 你呢 我不怕死 可是我不像像我爸一样 死在飞机上 我说我爸一手太大了 但是我们俩呢 谁也不待见谁 我爸是我们市里面 话剧团的演员 有一次要演一幕讲 天天在家抱木头 说是肢体语言 要容容角色 但我们只是嫌他又吵又脏 是肢体语言 后来正式演出 我才知道那木匠 虽然只是个小人物 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一辈子为别人着想 奉献了一生的热情 在每一件平凡的消失上 所有人都感动得哭了 那一刻我看着我爸 突然觉得他的事业很伟大 他可以通过塑造角色 把那些温暖的能量 带给大家 十八岁那一年 我跟他说 我说我也想当演员 可我爸坚决反对 他说当演员 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是只有光鲜亮丽 可我根本不想跟他解释什么 只想努力向他证明 我可以比他更好 高中毕业那天 我们俩因为这问题 大吵了一架 那天我说了挺多难听的话的 把我爸这儿都气白了 我就一堵气 就想去参加选秀 那天我 心里一直憋着苦情 就等着自己 混出点模样来 给他看看 我觉得我运气还挺好的 虽然没进了前三 但是当时 我被丹姐看中了 她就把我给欠了 一直到我离开家 去北京的那天 我跟我爸 还是在冷战的状态 本来以为等我日子好了 我就能荣归故里了回去看他去了 可我也没想到 后来就特别特别忙 那时候一个月 得跑二十多个城市 出唱片 拍写真 演偶像剧 做商年 露节目 也订阅 感谢观看